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吴忠诚 我常常在耕读堂嘛,输输输入 我常常在这边介绍一些我读过的一些古文 跟各位分享 那我因为喜欢看嘛,所以我手边很多 但中间有很多东西我没有介绍 看完之后有的时候我就直接把它丢掉了 我觉得有价值的我才跟大家分享 那有些东西我觉得是不是因为历久而迷新 或者是有什么其他新的这个做法 我觉得有这种创意性东西我才跟大家分享 没有创意性与辅的东西啊 迷信的东西我一概通通不分享 甚至于还有一点打法 OK,来,我们先讲一个东西好了 这本书叫做《女子论语》 这本《女子论语》是一个宋朝的一个女子 她姓弱,那个甲弱的弱 这个姓很少 她写的,因为她们家一家有五个女儿 她是老大,她写了这个 然后她的妹妹帮她注释 那这个因为被宋朝的皇帝把她颁布到天下 希望大家能够,女人都在家都可以读这个 以前讲《女子无才辩识团》 很多女人是不是字的 像曾国藩这样子的人 她都不赞同她太太要读书 是字,她家里的女卷每天都在那边做鞋子 纳鞋,然后做女工 这四篇,四个文章 这个四个文章,大概都是 现代女性也值得读 第一个是曹大姑的女戒 曹大姑就是班钊 她写家,家庭的曹大,那个家要念钩 曹大姑 因为她在被招到皇宫去之后 然后她那个,因为学问 因为她家里一家都是这个,都是文人嘛 她爸爸是班钊嘛 那个班钊班固 她弟弟,还有一个叫班钞 同西域那个班钞,头笔从容 因此她受到很大的礼遇 宫中所有的那些女眷,通通都要跟她学习 所以她叫曹大姑 等于是她是宫廷的内眷的女子部的校长 兼讲师 第二个叫明仁宗时代文皇后的内训 第三个是宋朝的若昭女子论语 也就是这本书的名字 第四个是王劫妇女犯劫 王劫妇是一个,作者的算是她的妈妈了 因为她是属于续玄生的 这个女的是30岁她就守寡 然后守了60年,基本90岁去世 因此皇帝给她搬了一个劫妇 所谓的劫妇跟劫妇,它是有不同的意思 所谓的劫妇,这女子,贞劫 贞劫牌坊,不是,劫妇都不一样 另外这个还有附一个叫金科集药规范篇 这些东西是不是迷信呢 我本来不想介绍这个东西的 因为有很多现代女性都鄙视这个东西 都觉得这个东西是钳制女性思想的一种工具 古代的人就是这样的 她叫男尊女卑,一定要人家这样 可是现在时至今日已经不是这样 男尊女卑的时代了 那还要再提上这个吗? 那是不是要回去 以前的审美要裹小脚吗? 不是这个意思 那我为什么今天要讲这个呢? 刚好我是出生在一个海军的一个眷村 军眷村长大的 那我们从小就看到我们的邻居的妈妈们 她们就在示范她的那一套 那个所谓的那个规范教育 因为怎样呢? 各位可以看 我先讲一个实际例子好了 跟我童年的了 谁我不要讲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 我记得我们邻居有两个女生 我童年的,我是1955年出生的 今年64岁 那我童年的,她们两个人小的时候都是 简直是死党 一直从小学毕业到初中同一个学校 然后到高中的时候 结果有一个女生因为谈恋爱 初中的时候谈恋爱 有人追她嘛 结果分了新之后 她高中没有考到那个最好的学校 那另外一个就读了最好的学校 两个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基本上分到扬镳 但他们两个是住在对门 住在对门就是还不到一公尺的距离 这个眷村的房子跟那个密封窝一样 所以他们虽然是这样 找出晚归嘛 然后后来有的这个女生高中毕业 就没有读书了 就嫁人了 另外那女生就读了大学 然后后来就到别的行业去了 所以也就嫁人之后也就离开了 但是我的印象里面 她们两个人以前是死党 那有一次我听到一个邻居讲说 某某人你知道某某人家也犯了什么事情 我说我不知道 我从来不听什么八卦 他说你不知道 他先生中将退役 陆军中将退役 然后退役之后 国民党官方给他安排了一个职位 到某某那个党营事业的一个公司 当那个总经理 实际上他们这个军校毕业的人 哪里有管理长才 完全没有 只是酬庸性质 然后他就当总经理 他当了总经理之后 他据说他这个跟这个 反正就是跟他的那个 后期同学的 后期学弟的那个太太有染 然后被人家抓奸 抓奸在床 后来就告到法院去 这个报纸就登了很大 这个我没有看 是他们告诉我的 我在想说 这是这个男的生活不减点 跟那个女的生活不减点 跟他有什么关系呢 我就不了解这个 他们好像幸灾乐祸 觉得这个女生怎么怎么样 我说这个女生从她小的时候 在这边出生 没有在这里出生 但是她一直在这边长大 一直到嫁人 一直到她当了官夫人之后 她还是住在那里 买了好几栋 抵了人家的房子了 买了好几栋 都住在那里 在那里三儿一女 她现在当这个军人 在外面奔波 那这都是军人的典型 可是问题来了 为什么大家会这样子幸灾乐祸她呢 我这里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当她在评鉴的时候 也就是在普通的状况之下 她嫁给的那个先生的同学 可能上位退役了 少校退役 中校退役 上校退役了 而她先生是在升了少将 她升了中将 中将退役的 如果印记好 可能还会升到上将 也就是说 她一支独秀 一支独秀 尤其是在军人 更糟糕 为什么 军人是一个奴化教育 我曾经住在一个地方 在某一个地方我不讲 那个地方 那个地方是老百姓的住在 一个大楼 那个大楼里面住了一个 金房部的一个司令 大概是中将吧 中将还是上将 我不知道 反正是那个人我没见过 她的太太是一个本省人 因为她那个年代的人 已经跟本省人通婚了 已经没有什么省级的观念 可是她那两个孩子 在楼顶放炮 我就上去制止 我说你们 你知道这样吵到人家 我就住在这楼顶下面 他们两个人居然把我当空气 我火大了 我就叫警察来 警察来了 跟他们讲一讲 然后他们就算了 就收贪了 有一次我在路上 就在我们那些路上 我看到有一个吉普车 载了一个军人 那军人提了一个礼物 然后很客气 非常客气 他跟我讲 请问一些谁谁谁住哪里 我其实我不认识这个 这个什么司令 我也不知道他住在几楼 我只知道他在同一栋大楼里面 结果他说他要找他们 我看他手上提的礼物 那时候不知道是什么节吧 不管是端午节 中秋节之类的吧 然后那个人好客气 我一看他的领章上面是一个少将 一颗星星 一颗星星 我当兵的时候一颗星星不得了了 在我们面前 这是老远家喊立正 尽力了 结果他是这样子的一个人 我就想说 我说是不是那个在金门那 就是那个 我说那你有什么 你今天怎么会有空 他说我们放假回来 放假回来 走他那个太太的门路去送礼 谁晓得那个月饼底下 他是不是有放了多少钱 买官嘛 买官欲绝嘛 那我对那个人 因为他的儿子没有管好 我对他是深恶痛绝 所以我看到那个女的 我都不假以辞涉 OK好 我们现在话转回来 我的童年的邻居好了 不要玩伴 因为男女之分很严嘛 有一次我看到他的 我就跟他讲 谁谁谁是 你先小少跟你的死的 他那个人好惊讶的表情 好像没这回事 从我们的眼 旁观的眼睛看 他们两个小孩上 形影不离 可是到了初中以后 就分开了 分开之后 他们两个人就 虽然住在隔壁 但是呢 互不来往 为什么不来往呢 有些人一旦得事之后 鼻孔就朝天了 这个法律文马上就出来了 一副老虎狗的样子 我像 这个女生 这个女生 先真是中将退役的那位女生 我很久没看过他 但是我猜想应该不差 为什么 因为他的父亲是四官 教育出来唯一的独生女 那个娇生惯养之鱼 纵容之鱼 而且他小的时候 曾经有过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考试成绩 使得他的父母对他简直是如掌上明珠 然后他又嫁给一个这样的一个官运横通的一个先生 因此他扶摇直上之后 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应该在什么角色 我刚刚讲的 以他那样子的 他先生那样子的位高权重的话 一定会有人到他家去送礼 会干什么 在这里就要牵涉到什么 就是没有人读这个书 没有从古代这个书里面去 也没有从曾国藩的教训里面去爬出一些经验跟教训 各位 我记得我读书的时候 叫我们那个物理的那个老师 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一个教授 他当人当得很凶 很多学生 因为三休不过就要退学 重读 你到这学校已经给你一业证书 叫你走路了 你要再来这学校读书 你要重新考试进来 要不然你去到别的学校去 去插班去干什么 那是你本事 可是他把关很严 他当调的人 他住在台南 他好像也在台南成大教书吧 这学生就找到他家里的弟子之后 到他家去送礼 趁他不在的时候送礼 送给他太太 用各种理由啊 什么好听的啊 什么的 那他太太毕竟跟他不一样 他太太不是教授嘛 也没教书嘛 这是家庭祖父嘛 又听到这个人又是好 又是同样都是教友嘛 基督教啊 还是天主教那种教友啊 这样大家套近乎嘛 结果就把那个礼物收了 收了之后 这个老师回家之后 一看到之后 看他的桌上礼物 一问明白来路之后 当场气得用三字经啊 非常有修养的教授 用三字经骂他太太 把那个礼物丢到门外去 结果我们这位送礼的同学 就在门外等 等教授回来 一看他的礼物被 被当垃圾一样丢出来 而且还痛骂他太太 用三字经骂 使得人家家庭不合 这个里面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很多的那些工商业的啊 或者是军人啊 军工教的什么 都用他太太或者是妾 还有那法官吗 不是那些黑型法官 都是贪污法官 都是用他的妾做什么 白手套洗钱 你不要送到我家来 因为可能有那个狗仔队在监视 你送到我妾那边去 他妾还不止一个 负数二三四五个啊 你送到那边去 用用他的妾 另外成立公司来洗白这些钱 各位如果有兴趣 可以去看台湾 司法仓记卖淫集团 各位可以看看这个网站 就可以看看 你可以看到很多这种实际的案例 那我又记得 我小时候我们的国文老师 告诉我们一个历史 说有一个贪官啊 被人家揭发 最后查有识据之后 那个皇帝就召见他来说 你是不是买官欲决 他说没有 他说没有呢 我们就 他有什么警医卫 有这些密探嘛 有秘密警察嘛 就把这事实拿出来 啪 摊到桌上 某年某月 你家里收费了某某人 多少多少黄金 多少珍宝 他说 哎 我不知道啊 他依附那个 那个假装 那皇帝人 我说 你是假装的 他说这个我要回去 回去查一下 结果他回去一查 果然这些金银财宝 都在他家库房里面 谁收的 他太太收的 他就 他就痛骂他太太 他说你把我害死了 这个是死罪一条 结果 这个 他就写了 写了一封 这个 那个 陈情 陈情表给皇帝 皇帝看了以后就说 你家教不严 所以才造成你太太 在外面这样 照耀撞变 做这些 为非的事情 你还是难逃死路一条 然后他判他什么死路呢 腰斩 腰斩 讲到腰斩 我这边顺便讲一下 腰斩怎么斩 有那么大的刀吗 腰很宽吗 有那么大的刀吗 那实际上腰斩不是用刀 是用斧头 用什么斧头 注意哈 中国古代的人 对于斧头这个玩意儿 这个名项里面有很多种哈 人家十八般 五月刀枪剑戟 斧月勾叉 什么什么的 其实光是斧头这一类就有斧 斧头的斧 还有斧 公斤的斧 还有什么 还有七 还有月 那这个月是什么玩意儿呢 各位哈 月就是当皇帝受命一个大臣 一个大将 要出征的时候 有一个仪式 出征的仪式就是拿一把月 那个月是用玉做的 很大的斧头 非常之大 那个大的那个样子不像是一个斧头的样子 各位如果看看那个富豪 富豪的雕像 就是他拿的那个东西不是一个棋子 那叫月 月是权力的象征 为什么月是权力的象征 因为古代的刑罚里面腰斩的时候 就要是用月 月这种斧头 非常的宽大 注意啊 他非常的宽 因为荧幕的关系 我只能比他这么大 实际上比这个还要宽 他就一下子就把那人的腰给砍成两段 当然了 因为脊椎骨很难砍断 所以他还要再来两下三下 才能把人砍成两段 我刚讲那个古代那个故事 那我们历史老师还是国文老师讲 大概两个人都讲过吧 因为这个是 我们班上没有女神的时候 男女分班 但是他一定在女生班一定也讲过 就是告诉他们将来不小心做了贵妇的时候 要替你的先生保留明洁 结果这个大臣被腰斩的时候 腰斩都是在公开斩首嘛 不是斩首不是砍头啊 这是腰斩 腰斩不会一下子就死掉 他要啪啪啪砍一直砍到断为止 就算腰砍断之后 他的脑筋中枢神经还没有断的时候 他还能够思想 他咬牙切齿 在地下爬 然后用他那个奔出来的血 在地下写了 写了三个字 恨 恨 恨 他恨谁 恨他太太 就是因为他太太的收贿 是造成这样 各位我们再来看一下 在不久前 我看到一个那个 韩国 韩国好像是一个上将吧 他家里面 他太太 他太太就是 就把他们家的那个司机 专用司机 军车司机 小兵 这样的专用司机来 他们家打扫 做所谓的勤务兵 我小的时候 那些将军家里都有勤务兵 勤务兵就是打杂的 煮菜 煮饭 太太都不做着 就每天他就打麻将 那个官太太 那是以前我们那个时代的 就不守妇道了 所谓的妇道 要去向曾国藩学习 OK 也要跟这个书上的东西学习 OK 叫古书 结果 结果那个女的 就是这样驱死 就被人检举 检举了很多次之后 最后去调查 调查之后 这女的出现了 我看那女的一出现 我就知道 这女的绝对 绝对有事 为什么 他那个法令文这样子 在那个 在那个媒体上面 那种公开的那种 巨傲的表情 结果没有多久 他先生就被拉下台了 后台再硬 你的帮派再怎么样强大 受不了 他语论的攻击 为什么 我攻击你之后 如果你 你后面的帮派 再帮你的话 我连你的帮派一起攻击 群起来的工资 结果后来 那个团体 他们那个帮派 只能把他牺牲了 说 OK 你下台吧 赶快下台退役吧 反正你退役 也可以想到18% 那是韩国 这个女的就害了他先生 他在镜头前面 为什么不能 不能把嘴角上扬 保持一个笑容呢 因为他从开始当官太太 人家就奴役对他 yes sir yes sir 长官好 长官夫人怎么怎么样 长官跟夫人一点关系都没有 长官是因为有战功 出生入死 你夫人在家里面 相夫教子 没有错 可是你不能够在 在部队前面受到人家尊重 很简单 因为你没有那个功劳 没有那个功勋 你应该要守种父道 永远站在 很谦卑的站在后面 各位在美军 美军的高级将领 在各种 演讲场场所的时候 他太太都会出现 因为这是西洋人 对女人的一种尊敬 可是这女人 她们很认分的 她坐在后面 双手 双手就在膝盖上面 然后坐在那边 微笑 从头微笑 将直的微笑到结束 为什么 她不发言 如果有机会 请她发言的时候 她也在一分钟以内 几秒钟就讲完了 我以我丈夫为荣 我以各位弟兄为荣 就OK了 这才是场面话 各位劳苦功高的兄弟们 才使得我先生 能够有今天的地位 有今天的成就 等等等 要随时要卸 你的荣耀给大家 而不是一副那种 老虎狗的样子 所以那个韩国人 也是一个典型的 我们再来讲 另外一个人 以前的行政院长 我直接讲 以前曾经当个行政院长 人家讲话的时候 他觉得他讲话的声音很难听 过瓦 过瓦 人还不知道他讲些什么 江浙人 他太太是官太太 所以他太太以前也想露面 要搞一个什么 我们环保 中秋节不要让嫦娥笑我们脏 就是要讲环保 可是他那个一脸 那个样子就是一种这种样子 老虎狗的样子 把令文这样下来 一点清和力都没有 这个时代的人 如果你不常常对着镜子练习 不找你的礼仪老师 天天给你练习 微笑保持的那个清和度 out 通通out 我就记得说 他再怎么样想要推行中华文化 想要有什么作为 通通通通通通无效 为什么 因为他深究就不是一个清和力的脸 这个脸他要经过长期的修炼 不是那么简单 一下子就可以 就可以假冒伪善 以上就是吴忠诚跟各位分享一下 这些书 这些古书 不管是女子论语或者是女子诗书 其实这个论语是其中之一 其实有四个人写的东西 都值得看 曹道姑的女界 这个尤其要看 那另外就看看 曾国藩怎么样自家 他除了自国之外 他有自君之外 还有自家 他的方式 另外再看看 初子自家格言 少少进退这些东西 当你先生飞黄腾达的时候 你有没有同步成长 你有没有更加清和 当然你要有相当的相当的这个同步成长 你才知道如何去拒绝人家来贿赂 如何保持你先生的高尚品德 跟他的这个领域 我最后再举一个实际例子 这个例子也需要求证一下 以前在海军某一个某一个总司令好了 据说他做的非常的这个树叶飞泻 可是后来有一次蒋中正把他召见 说买官欲绝 查有实据 通通摊到桌上来 痛骂他一顿 你四十多岁 我就给你升了上将 你现在怎么样面对我 他一看到这些任官吏 通通都是买官欲绝 就跟那个中国大陆的郭伯雄那些人 什么徐才厚那些人一样 拿钱来我就给你升官 升将官 结果他他看到这些东西都查有实据嘛 他回去跟他太太对职 他太太承认了 承认之后军人是这样 军人跟那个王者一样 王者是不能够杀死 只能自杀 军人都是要引弹自尽 他就拿他自己的配枪 对着自己的嘴巴打下去 直接打脑 是这样死亡的 当然可能在介绍他的时候都说 他是他是因病去世 实际上海军的老海军的人都知道 这个人 这个人是自杀死的 是因为他太太买官欲绝 那这个例子 因为军人的荣誉是第二生命 我曾经讲过 在美国海军总司令 有一个从水兵干起的一个 干到三星上将还是四星上将的一个人 因为他挂了一个勋章 是打越战 他实际上他没有打过越战 被一个美国一个小报 拍了那个照片 他出现在公共场所 海军军服白色的 然后那个 勋奖章一大堆 拍了那个时候 把他放大之后 说这个人根本没有参加过这个战役 你看这个小报的记者怎么会得到 一定是内部他有政敌 认识这个勋奖章的人 才会分析得这么到位 说这个人根本没打过这个仗 结果这个小报一扯出来之后 人家要访问他干嘛呢 他接着访问 但他知道他这个动作做错了 因为一个虚荣 一个勋奖章 不是他得的 结果他给他扁在胸前 最后他觉得他走投无路 一个上将海军总司令 引弹致敬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这个只要是军人 只要是海军 都应该要记取这个教训 以上吴宗成跟各位分享 一个男人在外面冲刺 要靠他的什么 要靠他的军嫂 军嫂就是他的太太 在家里相夫教子 可是女人相夫教子之余呢 要跟着先生同步成长 你当然不可能在枪林大雨中间 跟他一样 这个浴血奋战 但是你要知道 他现在在什么地位 你应该要相应的要怎么样 可是你要到哪里去学这个东西呢 然后有将官富人学校吗 有那个总经理富人学校吗 有这些贵族学校吗 千万不要注意 贵族要平民化 像瑞典 北欧那些国家 瑞典丹麦 挪威这些国家 都维持着王室的原因 是因为王室 你在马路上可以看着他 开一个普通的轿车 骑一个普通脚踏车 跟所有的国民打招呼 没有人会想把王室给废掉 因为他们的亲和性非常的高 他过的是平民生活 这才是重点所在 不要等到你有钱了 你有事了 你就开豪车 怎么样 住豪宅 你就忘了你以前在眷村里面是过了什么样清贫的日子 所以我认为这种书 今天我特别拿出来提这个书的意思就是希望说 像那个例子就是一个范里 他本人他不知道他 他犯了什么错 他有什么错呢 他只是 他只是沿袭了前辈的那些 那些那些因为他他他他先生当了大官子后他他他每次在牌桌上打牌的对方都是将军嘛都是都是都是官官官官太太一族嘛 然后他他他他他就把他自己换化成另外一个他就不知道他还有其他种角色可以扮演 他还有什么其他功能他还需要学些什么东西 这就是一个盲点 不管是军人 公教 还有一个 公务员里面包括什么 包括法官检察官这些 有特权的人还有警察高层啊注意你不管你先生做了多高层你都要帮他保持领域 这才是一个负德 所谓三从四德嘛 在家重复 在 在家重复 出嫁重复 夫死重子 然后负是次德就是负德 负公负严 负行 对那这些东西是不是老旧呢 不全老旧 你要取其 去其糟薄 取其精华 仍然可以沿用 以上吴宗臣跟各位分享 女子四叔 谢谢